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个日本 美国 还有中国的 版本的 Corolla 它在中国叫做 Levin 在美国还有日本都叫做 Corolla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外观设计其实是跟那个 Corolla Hashtag 或者是 Auris 一样的 非常运动化的设计 非常适合年轻人 这个 LED 的头疼组非常的尖锐 可是比较特别的是在日本 它并不是用 Toyota 的 Logo 它是一个 C 字形 这个 C 如果没有错的话 它代表的就是 Corolla 它还有一个 Sport 版本 但是在日本是没有看到 在我们面前的是 Hybrid 的版本 如果是那一个 Sport 的版本的话 它的这个钱保险杆设计会更雄一些 然后可以看到它旁边写的是 Hybrid 然后这里有它的售价 它在日本的售价是这个 你们可以自行的换算一下那个价钱啦 然后这个 Room 也是蛮普通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车尾 这个车尾我个人觉得相比车头就没有那么的 运动化 没有那么的动感 不过 我觉得还好啊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马来西亚版本的这个 Autist 然后同样的有这个电磁发的开启 有时候按一下它就打开了 然后这个深度其实也还可以接受一下的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它是 Hybrid 的车型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Kirota 的 Logo 是翻蓝色的 然后它叫你小心不要夹到手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内装 这个是它的内装 我们坐进来 其实它的内装设计跟我们的 Autist 是差不多一样的 然后这个 7 寸的 7 寸的这个数位化仪表 然后旁边有这个传统的指针 然后方向盘的设计都很像 只是它少了一些这个先进的安全功能 这个 可能是低配版本 所以 如果这是高配版本的话 我会觉得我们的 Space 是比较齐全的啦 但是应该不是啦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少了很多这些按键啦 可是其余的东西是大同小异 除了这个 Head Unit 这个 Head Unit 其实 它的荧幕也没有很大 这个边框也很粗 可能在这个影片里面看不出 你可以看到我的手这个 就是这一个边框到这个萤幕范围 其实也蛮粗一下的 OK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 Auto Aircon 还有这个 显示屏 它这个很有质感的这一个 排挡杆 然后 电子手刹车 Auto Hold 然后 两个自备架 然后我们的是有Wider charging 这个是没有的 它是一个置物空间 还有一点就是它没有皮衣 它只是这个绒布衣 空间方面其实是大同小异 然后 哎哟 竟然没有 竟然没有这一个 电子的那个 调整 它是手动的 知道吗 OK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后座 后座方面 啊呀 OK 后座方面我个人觉得它会比我们的Auto Air 略微小一点 尤其是这个头部 这个头部的空间也不是很大 然后再来就是它没有这一个 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它是一个置物空间 也没有USB 然后我突然间觉得我们买起来的SPAC好像好很多耶 只有一个USB在这边看到吗 只有一个USB 我突然间觉得我们买起来的SPAC好很多 而且它这个头枕是不可调整式的 我有点忘记我们的版本是不是可以调整的 然后这个车款在日本它是有 主力的车型是1.8 Hybrid 而我们这款车型是1.8 Hybrid 它的 Hybrid 虽然说是上一代的 Hybrid 车型 可是它经过的优化 它的电池效率更好 输出也更好 油耗也更低 然后 至于这个 Hybrid 版本会不会出现在我国 我相信可能有点难 因为现在这个 我们的 Audi 是 CBU 的关系 所以价格 其实这个价格不贵啦 只是 Hybrid 的话价格会更高 OK 这个是我们对这个 Corolla 日本版的简短介绍 喜欢的记得留言 按赞 分享